过新年,穿新衣持久迎新,当下融合了现代设计与流行趋势的国潮新衣,不仅给人们带来了十足的东方韵味,也演变出风格多样的个性设计。 这是一个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服装设计师团队,通过分析年轻消费者的喜好,以及不同群体对国潮的理解,今年的虎年限定款,他们决定改变以往单纯突出生肖元素的设计理念,把虎纹以现代美学的视角满印于服装上,同时运用传统刺绣技艺,并结合极具现代感的虎头3D绣标,由内而外展现虎元素的风采。 从市场调研到设计图样,从挑选布料到打样,每一个环节看似简单,做起来却是复杂繁琐。 因为有些时候,你可能因为你的一个细节的不完整,可能导致你整个衣服可能出来,效果就是不好的,哪怕是一丁点的一个辅料,都要去进行非常精致的去细扣的,精益求精,就是工匠人的精神。 如今,越来越多的服装品牌都将国潮定为产品开发方向,打造费有传统文化内涵,和更符合国人生活所需的原创服装品牌,形成了一股全新的中国之潮,演绎东方时尚。 这也激发了许多年轻消费者,开始尝试定制自己的个性化品牌。 我个人感觉,有的一些品牌对中国元素的理解还比较浅显,然后结合的形式也比较单一。 真正打动我们的,应该是对我们中国文化有更完整的阐释和表达。 90后小伙唱羊羊是河南省飞夷项目《梦金剪纸》的传承人。 在传承好民俗剪纸的同时,唱羊羊还尝试让消费者自己动手,把传统的剪纸作品包装成衣服、抱枕等特色礼品。 看到这么创新的国潮剪纸礼品,我感到非常惊奇。 像我今天身上这件衣服,就是我们今天亲手制作,然后剪好运在上面的,然后穿上是不是显得热闹又应景。 更加努力地用古老传统的剪纸记忆,以国潮的方式和现代人的生活需求结合起来,创作出来更多符合年轻人审美的作品。